HELLO 的角落 我是雯卿 今天 我們要來看更多的 《嚴厲的爸爸》故事 need more cold 需要更多的人 是的 相信各位 應該都已經發現了 這個作品 是受到Need More Hit 的啟發 故事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星期五的早上 雅利安娜·格蘭德 在學校舉辦音樂會 喔對了 比方大家不知道 誰是雅利安娜·格蘭德 這裡簡介一下 她是一位美國歌手 同時她也兼任詞曲作家與演員 她有非常多的有名的作品 像這首《愛你 Into You》 就是其中之一 故事寫道 你真的很想去 但你發燒了 而且很熱 試著讓你那奇怪又嚴格的媽媽 相信你沒有生病 這樣你就可以去學校了 但有個問題 你眼裡的母親不會輕易的放過你 你必須努力完成多項的任務 才能降低體溫 你需要更多的寒冷 下面只能說到 這個遊戲是受到了Need More Hit 的啟發 如果沒有那款遊戲 就不會有這一款 而作者有創作的另外一款遊戲叫做 《凌晨三點去學校》 雖然我們沒有玩過 但如果這個遊戲很有趣的話 之後或許我們可以來玩玩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遊戲的創作時間是 今年的1月3號 也就是10天前 而他今天才更新 目前這個遊戲有4個結局 但我們今天應該會至少看過其中2個 那麼就讓我們進入到遊戲吧 Let's go! 好的 一開始也是要求我們選擇 《渡西》或者是《渡F》 那麼這次 我們要來使用台灣慣用的設施 《渡西》 開始囉! 喔!天亮了 我在床睡著了嗎? 是的 今天是亞利安娜·格蘭德 要來學校的日子 但媽媽不讓我去學校 因為我昨天發燒了 我想我應該嘗試說服他 讓我去學校 OK!自由活動啦! 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去跟媽媽說話 初來再到的我們 是不是應該要來參觀一下這個世界呢? 這是我的衣櫃 電腦 桌燈 這些通通不能互動 喔!還有風扇 那我們還可以開門 那窗呢?窗不能開 欸!這是廁所 所以我可以上廁所嗎? 欸!不行!不能互動 水龍頭也不能打開 浴缸也不行 鏡子 看不到自己 那麼我們到隔壁房吧 喔!這邊有個房間 然後這是 喔!媽媽的房間 那我們待會再跟媽媽說話 我們現在看看客廳有寫什麼 看有個壁爐 喔!還有道門 這是車庫嗎? 哇!在這裡有些道具欸 這個待會會不會用到啊?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直接離開家裡 前往其他的結局了嗎? 這裡有個人可以跟他講話欸 這個我們之後再回來看好了 那麼這個家的旁邊還有個游泳池 裡面沒有水 後面則是有個通風管 欸!這是什麼? 炸藥? 看來這應該是在主線劇情中會使用到的 喔!這是我們正門 OK!這裡就是廚房了 這是我們的客廳 哇!桌上還有冰淇淋啊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參觀媽媽的房間 他的房間有風扇 有通風管 哇!看到這個家的配置 其實我已經猜到會發生些什麼了 不過就讓我們一起跟著劇情來享受吧 那麼在我們正式開始跟媽媽講話以前 邀請各位小新們不要忘記啦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 嚴厲的爸爸相關影片 甚至想要看到阿新 玩更多的很酷的遊戲的話 就是現在啦 幫這部影片留下個彩色大拇指 那麼這部影片 我們喜歡目標數 最後再來訂吧 因為我們確定 最後這個溫度 會跑到多少 那麼我就先跟媽媽說話 嘿媽媽 我既是你最好的兒子 而且我完全沒有生病 我今天可以去學校嗎? 不!你發燒了 你確定嗎? 再確認一次吧 喔!媽媽掏出溫度計 40度星? 是的 他說你發燒了 待在家吧 看來我得想辦法變得更冷 我知道了 我們可以打開所有的窗戶 欸!不錯喔 跟我猜的不一樣 我剛剛還在猜想說 一開始可能會叫我們關燈之類的 不過開窗嘛 應該可以增加 家裡的通風度 降低體溫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喔不對 是降低環境溫度 嘿媽媽 我回來了 什麼? 你可以再確確認我的體溫嗎? 拜託拜託 我說我發現溫度計壞了 38度星? 是的 少了一點 但你仍然再發燒 待在家吧 好吧 我想我得再努力一些了 也許我該試著 把家裡所有的燈都關掉 我還不輸鎖料 該來關電燈囉 關了電燈 可以降低0.2度 來吧 把家裡所有的電燈 通通關掉 欸?還有盞燈怎麼不見了 是在車庫嗎? 喔果然喔 是在車庫沒錯 那我們再次跟媽媽說話 媽媽 是的 兒子 溫度 喔他幫我量了 34度 你真的還發燒喔 這真的是 好吧 如果把所有的電暖器關掉 會有用嗎? 哇 主角的家是住在什麼 很冷的地方嗎? 為什麼要開電暖器? 一般來說 天氣如果沒有很冷 應該是不會開電暖器了吧 看完每關在台加熱器 可以降0.5度欸 而這個家居然放了4台 不過讓人疑惑的是 為什麼會在車庫放加熱器呢? 而且門還開著 這根本在浪費電啊 GOT YOU HOME 媽媽 我還是相信那個溫度計 有可能壞掉了 所以呢? 所以 你可以再幫我確認一次體溫嗎? 28度 你還在發燒喔 回去睡覺吧孩子 喔 這樣還是不讓我去? 好吧 那我試著把電污扇打開來 會如何呢? 喔 可以讓室內溫度降1度C 家裡共有4台 這樣溫度就可以降4度了吧 走囉 找媽媽說話 是的是的 體溫是吧 我知道了 知道了 老子 拜託別搭擾我好嗎? 怎麼太妙啊 有什麼可以讓我變冷? 喔 我知道了 壁爐 喔 對 家裡有燒熱火嘛 我們可以把壁爐的火滅掉 喔 這邊有個桶子 接下來應該是要裝水了吧 哪裡有水啊? 廚房有嗎? 誒有 裝了一桶水 滅掉它 哇 降5度啊 親愛的媽媽 你可以用精密的溫度計 量我的額頭嗎? 好的 謝謝你 親愛的媽媽 六度 去裝個冷睡袖吧 兒子 你很快就會燒起來 這主意太棒了媽媽 太棒了 棒到我都快燒起來了 接下來我們的任務就是 要把衣服脫掉 哇 現在我沒有穿衣服了 你們看得出來嗎? 我沒有穿衣服 接著要泡人睡著是吧 我來啦 嗚嗚嗚 忍到全都被冰快啦 這樣才降了5度 現實時候這樣搞真的會感冒喔 OK媽媽 我很確信現在 我沒有發燒了 讓我看看 零多啊 到我在你這個年紀時 我的正常體溫是負2000度 算你去吃個早餐吧 負2000度什麼鬼 但看我這次又失敗了 喔對了桌上有冰淇淋嘛 可以吃一球 先降了一度 再來我們還可以喝杯冰水嘛對不對 關進去 又降了一度 太棒了 現在我的體溫已經低於0度了 媽媽難道還會再刁難嗎? 現在我吃了早餐 但我感覺到更冷了 所以你可以確認嗎? 這是正當理喔 當然 零下5度啊 還是挺燒的 所以別擔心啊 你知道 我有點開始想放棄了 但是 我怎麼會忘記通風管呢? 如果我到那裡變冷 房子裡面就會變冷 你幹嘛盯著我看 閉上嘴巴走開吧 哇媽媽怎麼突然偏那麼兇 她怎麼了 主角的下一個計謀就是 把冰塊放到通風管裡面 這樣就可以降低整間屋子的溫度了 Nice 找到冰外盒了 接著裝碟水 然後放到冰箱裡面 拉結冰 喔!做好了 真快 我們接下來我要把這個冰塊 放到通風管裡面 剛才我們已經看過通風管的位置了嘛 就在這裡喔 把它放進去吧 媽媽 我認為熱電離電子 我現在主角開始講電子學的東西了 結果媽媽也不講話 直接幫我們量體溫 你下石頭 現在滾出我的房間吧兒子 現在情況很嚴重啊 但我完全知道該怎麼做 我要炸掉後院的岩石加熱器 哇!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是岩石加熱器啊 太棒了 這裡有炸藥 噶!用力的盯著 你想做什麼孩子? 啊?你會說話? 燃燒吧 哇齁! 岩石加熱器大爆炸 哇這麼說起來 難道我們住的地方其實非常寒冷 所以才需要在這裡設置一個岩石加熱器 加溫整個屋子的溫度嗎? 那我們看看媽媽會做些什麼 體溫 等一下220度 去睡覺 呃...不過媽媽說的也沒錯啊 等一下220度應該要冬眠了吧 我需要更人 接下來我要用液態蛋填充整個池子 把這個液態蛋 他就放在車庫裡 我要把他拿走了 哇他有點重啊 哇齁... 重到主角都快走不動了 看來主角平常沒有練身體啊 光爆這液態蛋 就快喘不過氣來了 不過沒事的 我們快要找到終點了 看還是從這裡丟下去啊 這樣就搞定了嗎? 欸? 喔有了有了 喔!降了100度啊 這下媽媽應該沒話可說了啦 他自己應該都會動你家囉 媽媽請幫我缺了體溫 嗚呼! 蛤被拒絕了為什麼? 媽媽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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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這主角是用你的滾鍵盤是不是 你現在要320度啊兒子 但你還在發燒 別再浪費我的時間啦 去睡覺喔 喔天啊 媽媽是不是想要趁機競逐我啊 你知道嗎 我想外面有一家商店 有我需要的東西 我應該去看看 OK 我們主角非常天才 又想到了一招 接下來我們要前往對面的商店 看來這是一間店 他在賣巨大的風扇 可以讓我們保持寒冷 喔!在這裡的是一位銷售員 嗨! 嘿!你想要冷嗎? 喔!是啊! 那要花多少錢? 大概100萬吧 你付得起對吧? 當然! 好的!我會用我們的快遞送貨 哇!卻用熱氣球送貨欸 他運來一個超大的風扇 還丟在我們屋子的旁邊 哇!風開始吹了 好像什麼風力發電機喔 讓我們的氣溫降了125度 哇!已經冷到家裡都是霧了 這家媽媽還會有其他意見嗎? 母親!你不覺得冷嗎? 你只需要說 你想讓我檢查一下溫度就好了 哇!居然被媽媽吐槽了 我最不想的就是被你吐槽好嗎? 好吧!媽媽 你可以幫我確認體溫嗎? 我意見020度 你?發燒啦 你還是得待在家裡 啊!沒辦法 現在只有上帝能救我了 看來接下來主角計畫就是這個了 向萬能的神祈禱 欸?在這裡喔? 噢!萬能的神啊!我來求你幫我了 哇!這神有這麼好找的嗎? Oh my god!他居然在睡覺 是他?他在睡覺?這麼厲害 跪下來拜託就接通了 哇!睡得挺香啊 神!醒醒! 啊!是誰膽這麼大 敢打擾我睡覺 噢!天啊!抱歉抱歉!是我 你到底想幹嘛? 呃!是的!只要下點雪來降溫就好了 統一! 哇!這麼簡單的嗎?變白了 哇!這神二話不說就直接把這裡變成冬季啊 多了白雪覆蓋後居然降了300度 不過如果真的是零下這麼多度的話 應該所有的東西都凍結了 別的事情我不知道啦 但主角家肯定都超人對吧? 如果不是的話 那這裡應該就不是地球了 I am the one 這還是有可能的媽媽 是啊!是啊!可以的 風而離而離途 哇!裡面有發射啊 Oh nice!終於!開玩笑的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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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不!媽媽你這時候開什麼玩笑啊? 我們需要更多的寒冷 好的各位 現在我們只能使出殺手劍了 我要拿一塊毯子 把太陽給蓋住 不過邏輯上來說 用毯子把我們的房子蓋住 是比較有可能的吧 但該怎麼做呢? 看來就這裡啦 我們要丟出毯子 雅蒂安納格蘭德需要我 這件事情必須搞定 加速旋轉 需要更多的人 更多他需要我 丟出去了毯子 哇!不過他看起來有點小啊 居然還真的 幹到了太陽 這毯子為什麼會自己長大? 這樣會有用嗎? 喔!地球變焊了 哇!我們成功降低了10萬度欸 這下媽媽應該會放過我們了吧 零下12萬020度 喔!你確實沒有發燒? 好吧!呃... 我想你就去學校吧 YES!大勝利! 我們成功啦! 接下來我們可以前往學校囉 哇!校車什麼時候來了 這麼冷的天氣 連司機都打瞌睡了你們看 欸不過這司機穿著有點像Joker啊 喔!看我們要看到結局了是吧 哇!太陽真的把陽光全部遮住了 Oh! My God! 地球變成冰塊了 尼迪得要見到亞利安娜 格蘭德 好結局 也許 所以這真的是個好結局嗎? 怎麼看都不像啊 但重點是 結局肯定不只這一個 讓我們前往巨型的分歧點 好的我們又回來了 至少我們一樣要把這台步 丟往太陽 讓陽光被遮住 讓世界變人 成功啦! 哇!他現在只是變暗 就降了10萬度啊 在我們跟媽媽說話 接下來這個分歧點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去學校 就會看到剛才的結局 但如果我們選擇了不去學校 而是返回媽媽的房間跟她說話 就可以看到另外一個結局 你知道嗎媽媽? 其實我想要帶在家陪著你 真的嗎?兒子? 哇!劇情突然變得好溫馨喔 是啊! Oh!兒子! 哇!他為什麼忙著對看? 你知道嗎? 我已經等待了好久 打算對你說出這句話 喔!是嗎? 我事實上是你的 爸爸 喂!What? 老爸很具有這種嗜好 嘿嘿嘿 Yeah! 那我們一起去看 每次趕快求吧兒子 我媽媽的 老爸 我的媽媽是由爸爸假扮的 到底 但這個結局 一樣地球也變成了 冰塊 壞結局 哇!事情發生了轉變 哇!真的讓我大吃一驚啊 不過結局也太誇張了吧 媽媽直接性轉 那我們這集故事 差多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這次我們看過了一個 不確定是不是好的好結局 我說實話 看起來真不像好結局啊 除此以外 我們還看到了壞結局 而在故事的劇情中 我們成功讓溫度 降到 十二萬零二十度 所以我們這集喜歡目標數 就訂下個 一千兩百個喜歡吧 看看能不能趕快達到 如果可以很愛超過的話 我就盡快再拍這個系列 來看看其他的結局喔 OK 那麼這部影片也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囉 感謝你的收看 喜歡沒有人的朋友 請不要忘記了幫忙留下個讚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 而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也不妨考慮按下個訂閱 那麼最後最重要的當然是 不要忘記保持正面能量 我是任青 我們下部影片會 掰掰 ajud推 sides 點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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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 点青